一生做好一件事 一位38年超长在线的普法宣传员 从15普法到85普法 他都是参与者 奉献者 他将法律条文翻译为民族语言 编写遗族作家法制舞歌13首 法制宣传花灯126首 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456名 从一家独唱到全县大合唱 他将法制的种子播撒到千家万户 他就是2023年度法制人物称号获得者 李学平 村里发电影 村民们从实力发销自发港湾来 围组在一起 我在电影发业时长工普查队友 一处群众在松树火码下 我堂尖当家产 我用一罐仰减法律知识 一处群众喜欢看花灯 我跳红球 一些未到这样的纠纷 村民们都是围组机关 又闹又闹 现在知道拿起法力武器 违纵自己的权利 实在是一大几乎 从美容的一项讲法 到由新媒体统发的发展 运用新媒体的竞争 图伐不胜时间 地域限制 如今 任务手法已经成为 所求人创建图伐铁台的一张 亮丽眼线 现在我开心了 当图伐工作有远在路上 我始终兴趣图伐工作 发挥传单代表中有 奴隶培养一支 有不整个基层图伐工作队友 特别虚伪的事情 吉尼巴已经创下去了 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阿波罗队友 相信大家会做得更好